本来是因为女儿很优秀 我们都很想知道 这么有光芒 优秀的女儿 背后有一个怎样的妈妈 结果妈妈一上来 看到您这一生行头 都被您吸引了 其实我分两段故事 我的前20年是一个非常 就为家庭 为孩子奉献的一个故事 非常不容易 那我觉得前半生过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的后半生 应该比前半生更精彩 就是过我自己 为我自己活 下面讲讲我前面的事 好的 就是女儿因为难产 都手术室没去的情况下 紧急破产 她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了 就是零分 你们生活孩子知道 身份指针都没有了 它是零分 没有身份指针的 病危通知书就出来了 就是说这孩子 可以不用救了 肯定是不行了 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纠结 就是就跟医生讲一句话 不管花多少钱 治 救 我们用最好的药 从奥地利进口的脑活素 那个是猪脑子里面提取的氨基酸 对这个脑细胞发育是特别有帮助的 我们打了三十多天的这个针 它的血块就在三十多天 慢慢地就稀释了 没有了 然后它回来的时候 它二十三天才醒过来 就一直是昏迷 然后鼻刺 我接过来的时候 它真的是啥都不知道 就是眼神没有 吸奶的反射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 就这一天一天天天 我就发现 有个好的正常的参照物 我就观察 它们俩的区别 慢慢慢慢两个月 三个月以后 发现 它是有进步的 比如它的动作 要比老二要晚两个月 我觉得就有希望 比如老二什么时候会爬 我也要求他要去爬去练 老二什么时候会走会站 我也要求他去站 那他要站不起来走不了呢 那就不停地把它拔起来弄啊 然后后来参加很多赶筒训练啊 走一步路 走得就不停地摔 确实和正常的孩子还是不太一样 对 它是小脑受伤 大脑没有问题 特别是手 它拿东西它在抽 系扣子系不了 系鞋带系不了 就是这样子 很笨的时候 但是呢 它也不是做不到 它慢慢也能做到 那时候我就 红豆 黄豆 绿豆 就给它天天剪 这种细做的事情 给它做 慢慢慢慢慢慢就好一点 但是还是有区别 特别是拿筷子的时候 不稳 拿笔也是的 后来慢慢地 老二学了小提琴以后 我们家老二学小提琴的 老师的弟弟 是教长笛的 然后这个老师的太太 就跟我讲 你为什么只培养老二 不培养老大 我说这个琴 他学过 学不了 他说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不行呢 一把笛子才 亚马哈的才三千块 对不对 那好 我说我教 但就长笛 学的时候太痛苦 刚学长笛的时候 老师就不愿意带我 就说你那女儿 我教不下去 那手太笨了 然后我妈就求着老师 给我上课 她第一她瘦 她吹气 她累 你知道吧 就是对她来说 特别痛苦 第二要举个笛子 一直在举着 刚开始那一年 就是不停地 短音长音 因为没个曲子 能吹得出来 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太可怕了 但是慢慢慢慢 那你怎么坚持的呀 我逼的 对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 这十年对她的魔力 因为没有任何一件 康复训练能达到 这个强度 比如一天六个小时 考前九个小时的 这种训练 真的 只有这种不停地训练 她最后野芬飞舞 这么快的曲子 她都能吹 她是真的感谢妈妈 听才是不可完成的 完成的任务 其实再回一遍 可能我对她要求 不会那么高 不会那么高了 其实我觉得她挺累的 真的 可能我小时候 我觉得那我有一个 比较正常的路 就比如说 上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学校 就是跟正常人的路 一样走就行了 有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生活 也就可以了 但现在想想就是 还是要感谢妈妈 就是毕竟 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生经历 老二考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我就也想让老大考到国外去 对 就是哎呀 其实她如果在国内考个师范大学的音乐系 也非常棒 但是我觉得老二出了国 老大没出国 她心里面会 会有落差 会落差 经济上压力也挺大 太大 我这几年头发都白了 他们17年考学校的时候 一天一万的学费 两个孩子一万 对 每天 在北漂的时候每天一万 我们北京三年飘过来 那个一兴风的高铁票 几百账 就十几万 就光路费就十几万 我家女儿一把琴二十万 就是全是钱 我现在想想 我都不知道怎么挣出来的 回头算算都不敢算 对 不敢算 真的 对 不敢算